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政治現金爭議繼續燒 今天他比平常晚了一點 大約九點出門 但依舊讓媒體問到報 外界聚焦前一天中平會開會 原定要懲處黃珊珊 李文宗跟端木正 最後卻轉彎延期到下週 再請當事人到場說明 難道是擔心除名黃珊珊 恐怕影響二零二六 臺北市長布局 所以拖延開閘 來聽一下柯文哲最新說法 因為要給當事人有一個去說明的機會 所以後來他說好 那我們就先把案情瞭解 下禮拜二吧 再把當事人找來說明 所以你自己比較偏向 不要太假黃珊珊 該處分的要處分 有正式責任 但是也不是說一次就把人家全部幹掉 這也不對 其實對我來講 處分那個在說 先把整個故事先 先把目前這個事件先結束 因為這才是當復自己 要不然每天媒體這樣泡諷 你知道 這個 有一句話說沒有死也半條命 柯文哲否認下指導期 而中平會二次開會時間 就落在下週二下午 黃珊珊將親自到場 不過柯文哲假仗事件 傳出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送暖 還要國民黨停止攻擊民眾黨 對此柯文哲說 場面話大家都會講